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安安 我是彭建华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和广东省等官员会面 改为网上进行 讨论包括港人入境内地前 可以逆隔离 即是在香港先进行检疫等建议 内地和香港都有疫情要处理 在防控整体考虑之下 亦都可以配合到我明天去出席 在南沙举行的两个学校的开幕议释 这是一个最便捷的方法 我都会就两地的居民 在口岸交流方面 作为一个议题上的讨论 我也希望经过大家深入讨论 大家会对于这方面的一些考虑 会达到一些共识 他说他同时也会在网上参与 科大广州分校的开行仪式 和南沙民森港人子大学校揭牌仪式 早前有消息指 李家超原定今天下午出发到深圳 接受弊环管理之后 先到广州出席两个校园仪式 下午转到深圳和内地官员会面 有计划商讨通关等议题 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以视障形式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他说肯定香港下一带一路角色 强调会维持本港普通法制度 加强对外商贸联系 我们高兴地看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香港积极与共建国家商签合作协议 开展贸易投资合作 服务标准联通 国际金融合作和人文交流 在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拓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 工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希望香港做强专业服务 打造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 香港的服务业专业化优势明显 发展空间广阔 我们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制度 发展高增值的航运服务业 完善金融服务与合作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 行运、金融、咨询等专业服务 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认为 可以研究缩短接种 第二至第三针伏必泰疫苗的间距 刘宇龙贊成中学生全日面受货的要求 由11月开始改为9成接种3剂疫苗 他说政府会加强到校疫苗接种的服务 期望中学生第三针接种率 在两个月之内达到9成 转看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 是报19,871点跌78点 总成交545亿 最汇率港股比亚迪股分跌25元 腾讯控股升2元 美团升4.6元 阿里巴巴跌1元 新东方在线升9.5元 中远海控升2元 盈富基金跌8元 京东集团升2.8元 有帮保险跌9.5元 招商银行升3.5元 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跌7元 有帮保险跌9.5元 中移动跌1元 港交所跌2元 煤气跌2元 恒生科技指数 4260点升33点 互港通额度使用方面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 余额有4把10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互股通 每日额度的余额有509亿人民币 至于深港股的额度使用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 余额有4把10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深股通 每亿额度原额大下有528亿人民币 内地股市 上去A股跌39点 上证组合指数跌37点 深圳A股跌48点 深圳成份指数跌208点 其他消息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 将会开放不带渡游的团队旅行 早前确诊新冠的岸田文雄 解除隔离之后建记者 宣布由9月7日开始 将每日入境人数上限 由现时的2万上调至5万人 并会开放接待不带渡游的外国团队旅客 日本6月重开国际旅游 但只是接待旅行团 需要全程由渡游陪同 记录的所有行程 以便万一出现确诊个案时候 能够追踪密切接触者 岸田说 准一步放宽入境限制 是要逐步和七大工业国其他成员看齐 疫情再度升温 确诊中数近半 大中小学如期星期四开学 学校和家长有什么对策呢 当局收紧指引 要打三针才可以全日面授 或者下午参加货外活动 判冲期是否足够呢 欢迎收看时至多面看 交易局向学校发指引 中学九成学生打齐三针 11月开始可以全日面授上堂 打齐三针的中小学生 10月开始可以参加货外活动 但现在3至11岁的小朋友 只有1成人打齐三针 12至19岁近就有五成 是否说得及在缓冲期内打齐针呢 素妈妈的女儿今年四岁 就来升读幼稚园K2 眼见近日确诊数字不断上升 虽然女儿之前曾经确诊过 素妈妈都担心这个时候开学 女儿每天上学会再确诊 这段时间我都少带女儿出街 多数都是在家里 吃东西都是在家里吃完之后 就同期去那些没那么多人的地方玩 尤其是这两天 差不多接近一万钟 上学的距离来 来学校学院要走一段路 接触人群多了人群 就会怕中招 因为之前我中招 就是走多人群之后中招 所以女儿上上落落也有点害怕 教育局最近指引说小学和幼稚园的学生 治理能力较低 加上三到十一岁的小朋友 疫苗接种率不高 因此暂时安排小学和幼稚园 半天面授课堂 素妈妈说会给女儿星期四开学 但会跟着学校措施 希望将风险降到最低 给一些初手液去上学 戴口罩就是这样 她说女儿虽然曾经确诊过 但都已经接种了第二针 如果将来政府安排为幼童打第三针 她都会考虑 有些家长就跟我说 她说你女儿确诊了 你都敢同气打的 你不怕有什么事吗 我说不怕得那么多了 都要打的 不打又是害怕 打又害怕 所以之后就跟她打了第二针 接下来不知何时就可以打第三针 如果疫情再是那么厉害 爆发得那么厉害 第三针可能都要跟女儿打 本港再多13个新冠患者死亡 新增8848宗新冠确诊 本地感染佔8611宗 当中学校情报319宗个案 涉及77间幼稚园 33间小学和30间中学 卫生防护中心说 确诊数字未来可能继续攀升 但相信开穴问题不大 我预计不到未来的疫情走势 只可以说这几天我们仍在升 那个就未见顶了 趋势就是社区的个案 都是继续上升 开穴如果他们是有一个快速检测 就可能阻止一些在学校传播的风险 不过近日本港确诊数字 接连攀升 8月初每日新增个案 仍是徘徊在4000多宗的水平 到28日更录得近1万宗 针对疫情升温 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指引 收紧学童接种要求 由11月1日开始 中学九成学生打齐三针 可以全日面授上堂 10月1日开始 打齐三针的中小学生 可以在下午或者课后上体育堂 校队训练等等非学术性活动 或者在校内演奏乐器等等 不配戴口罩的活动 有小学校长就说 他们之前调查过 学生打两针的比率 暂时未知究竟有多少学生打齐三针 我们开始一路预计 可能都是打了两针 就可以在这个学年 其实在进行 可以安排下午一些 给打了两针的同学 可以进行一些课外的活动 但是今天收到指引 就要说打了三针 那可能某些安排了的活动 都要可能转线上 或者延期才进行 我们要到9月1日 因为他们上学 我们才会收到针子 看看会不会同学 已经接种了第三针 新要求公布之后 学校有一个月换冲期 给学生打第三针 不过李安迪认为时间太短 学校未必会来得及准备 要安排到校疫苗注射 其实都要花一些功夫 所以10月1日 我相信学校未必那么快 可以令到大部分学生 或者以往参加开科活动的学生 都是接种了三针的疫苗 但是我们也期望 接种率可以提升 令到学校可以更加安全 可以令到我们的同学 可以参加正常的一些学习活动 他说下午的课外活动 对小学生的兴趣发展 和身心健康都非常重要 相信延迟安排课外活动 对学生有一定影响 有中学校长就说 现在疫苗通行证已经规定 并年满12岁的人要打齐三针 相信两个月后要达标 恢复全日面秀的困难不大 如果不是 都可以安排达标的班级 先恢复全日面秀 学生会参加很多不同类型的比赛 可能是足球、篮球、运动 或者是音乐、STEM等比赛 他们都要去不同的场地 特别可能是政府场地 有些社交的生活 看电影、吃饭 基本上是指定处所 所以相对中学能够达到 三针的人数的数量 一定比小学多 有政府专家顾问 就说BA.5变异病毒株传播力较强 不过相信本港疫苗接种率高 加上学生上学之前都要做快测 家长不需要太过忧虑 随着Omicron的BA.5变了主流 它的传播性又高了 它对疫苗的功效折扣又特别高 所以一变了主流 疫情就会恶化 确诊数字就会高 但是现在主要都是看到 是轻症多重症少 跟之前新加坡经历的都很一样 只要做多些功夫 继续推高接种率 其实大家都不需要过分担心 因为如果起码至少打了三针 就算感染了也是轻症多重症少 根据8月22至28日的化验结果 BA.5已经成为本港主流变异病毒株 占本地个案4.6% 许树昌预料确诊人数有机会持续上升 不过暂时没有需要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其实现在来说 就尽量不要收紧那些措施 因为现在就不同 2月至4月 早几个月我们的接种率低 很多人感染了 有部份人是有严重的情况 要闻氧气 要入心接治疗 但是去到今时今日 我们的接种率已经高了很多 再加上这些流行病学的 炎血的抗体分析 其实最少都有六七成的人口 都是曾经受过感染 现在遇到的是轻症多 重症少 每日的死亡人数也是不高 自今年开始 累计有38万宗核酸阳性检测个案 其中近26万宗都是无症状感染 他认为随着确诊个案上升 可以考虑以社区隔离设施 隔离无症状或轻症人士 避免医疗系统崩溃 重现第五波高峰时期的状况 最重要的是医冠局 就是善用社区隔离设施 将那些没什么症状 或者很轻症 就放在一些外围的社区隔离设施 就尽量留下这些公立医院的一二线床 是比一些病情比较严重的人士 尽量保住那个急症医院 如果他是50岁以上 或者有长期病患 就尽早处方这些口服抗病毒药物 令他们减低了病情恶化 入院和那个死亡风险 时至多面看 今集时间夠了 卓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因为两地都要处理疫情 和广东省等官员会面 转为网上进行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视像支持 说肯定香港在一带一路角色 日本将会重新开放 非旅行团外国旅客入境 每日入境上限将会上调至到5万日 各位我是彭建华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和广东省等官员会面 将会在维网上进行 讨论包括港人入境内地前 可以逆隔离 即是在香港先进行检疫等建议 早前有消息说 行政长官李家超原定下午 出发到深圳接受闭环管理 星期四到广州出席科大广州校园 和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学校 两个校园的仪式 并到深圳和内地官员会面 商讨通关等议题 李家超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之后 主动交代星期四和广东省 广州市和深圳市等官员会面 会改为网上进行 内地和香港都有疫情要处理 在防控整体考虑之下 亦都可以配合到我明天去出席 在南沙举行的两国学校的开幕议色 这是一个最便捷的方法 至于明天和内地官员的会面 李家超说将会讨论推动各方面的合作 包括逆隔离建议 即是香港人回到内地之前 才在香港指定地点检疫至少7天 解决香港人难预订到 内地检疫酒店名额的问题 他重申香港除了要和世界接轨 亦都要争取和内地往来 但大原则是要确保高风险人士 即是一路一路受到保护 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以视像形式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他说肯定香港在一带一路角色 强调会维持本港普通法制度 加强对外商贸联系 我们高兴地看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香港积极与共建国家三千合作协议 开展贸易投资合作 服务标准联通 国际金融合作和人文交流 在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拓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 工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希望香港做强专业服务 打造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 香港的服务业专业化优势明显 发展空间广阔 我们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制度 发展高增值的航运服务业 完善金融服务与合作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 行运、金融、咨询等专业服务 民建联多个立法会议员组成的 东盟外访团星期日出发 分别到访泰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 民建联将会拜访当地的商会、 专业团体、青年群组和投资者 加强和各国的民间联系 主席李慧琼和进出口界黄英浩 会带队前往印尼 副主席陈克勤和周浩鼎 负责出访越南和泰国 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就由副主席陈勇和陈学峰带领 前文政事务局长徐英伟也会随断 党内大部分的立法会议员也会参与 民建联说会了解东盟国家的经济情况 并适时向政府就经贸政策提意见 也会趁此行说好香港故事 政府专家顾问刘雨龙说 现时公立医院人手非常紧张 而科病和等病人 未能得到最适切照顾 接近重开新冠定点医院的临界点 现在那些医科的病人 已经要去分流去打人的病房 可想言之 打人的护士等等 是没有照顾小朋友的经验的 你谈何容易 你有床 但你哪有这么多医科的护士 去照顾病人呢 离开要定点医院的区间 已经是很接近的了 现在这样做就可以调动到 大概4000张床 有40% 即我们非新冠的服务受影响 如果再升一级 就去到第三期B 就要调动多1千张病床 即大概有一半的服务会受影响 内地新增1675宗新冠病毒本土感染 广东省新增46宗 深圳占37宗 主要集中在福田区和罗湖区 深圳地铁再多3个站停运 至今超过30个地铁站 受到疫情影响而调整服务 广州昨日亦都新增5宗 另外市政府最新通报 全市目前一共发现7宗病例 全部来自海珠区 那一区即是开始 直到星期五加强管控 中小学、幼儿园停货3日 暂停堂食 那区部分地铁站和巴士站 暂停服务 当局说 当地金粮疫情是由Omicron BA点2.76引起 由于患者去过泳池、街市等地 有较高社区传播风险 即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另外西藏有719宗 四川有271宗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 将会开放不带到游的团队旅游 早前确诊新冠的岸田文雄 解除隔离之后见记者 宣布由9月7日开始 将每日入境人数上限 由现时2万上调至5万人 并会开放接待不带到游的外国团队旅客 日本6月重开国际旅游 即接待旅行团 必须全程由游到游陪同 记录所有行程 以便万一出现确诊个案时候 能够追踪密切接触者 岸田说 续一步放宽入境限制 是要逐步和七大工业国其他成员看齐 南韩星期六开始取消入境前 需要出示核酸阴性证明的规定 由9月3日凌晨开始实施 所有乘搭飞机或船入境南韩的人 不论国籍 都无需在出发前出示核酸阴性证明 但到复后24小时内 仍然需要接受一次核酸检测 当局计划在第四个季度 引进更加有效对抗Omicron BA.5 变业病毒株的疫苗 高风险人士可以优先接种 南韩新增超过10万宗新冠确诊 较遲一日减少超过1万宗 当中包括458宗输入病例 当地再多75人染疫死亡 重症患者是569人 较遲一日少22人 全体下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 沃尔巴喬夫是1985年 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 当时只有54岁 他也是1991年苏联解体前 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总统 他在上世纪80年代 苏联和美国冷战期间 支持控制军备竞裁 和推行开放政策 尋求缓和和美国的紧张关系 1985年 沃尔巴喬夫同时任 美国总统列根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峰会 他因为在冷战结束过程中 担当领导角色 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沃尔巴喬夫大力推动政治和经济改革 引进自由选举和其他民主措施 并寻求结束几十年来 苏共计划经济 但迈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进程 并不顺利 导致苏联经济陷入衰退 加上民族主义情绪 在多个加盟共和国之间滋长 波下苏联分裂的种子 1991年12月 随着苏联解体 沃尔巴喬夫宣布辞任总统 俄罗斯电视台 星期二公布 沃尔巴喬夫的死讯 医院说 沃尔巴喬夫因为长期重病 星期二晚离世 中年91岁 俄罗斯总统普京 对沃尔巴喬夫去世 表示心切哀悼 他将会安葬在莫斯科 新胜女坟墙 太太雷莎的墓地旁边 无线电视机仔梁明山报道 多国领袖对沃尔巴喬夫 逝世表示哀悼 并赞扬他在和平结束冷战方面付出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 沃尔巴喬夫逝世之后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纷纷自哀 俄罗斯当局说 总统普京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将会致电 沃尔巴喬夫的亲友慰文 至于冷战时期 和苏联关系紧张的美国 总统拜登形容 沃尔巴喬夫是具有非凡远见的 杰出领袖 说对方有勇气倒上整个生涯 去实现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 令数以百万计人民享有更多自由 英国首相约翰逊就说 一直敬佩沃喬夫 以和平方式结束冷战所展示出的勇气 和正直 说他对开放苏联社会的不懈承诺 仍然是所有人的榜样 法国总统马克隆 形容沃尔巴喬夫是和平者 为俄罗斯人民开辟自由之路 他对欧洲和平的承诺 也都改变了他们的历史 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说 对沃尔巴喬夫离世心感哀痛 形容对方是一位 改变历史进程的独特政治家 为冷战和平告终的付出 比任何人都要多 形容世界失去了一位 结出的全球领袖和和平倡议者 无线电视机者梁明山报道 休息回来会有其他消息 待会再见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财经消息 恒生指数中收市日报 19871点跌78点 总成交545亿 最会有港股中收市价 比亚迪股份跌25元 腾讯控股升2号 美团升4.6元 阿里巴巴跌1元 新东方在线升9.5元 中移动跌1号 港交所跌2元 煤气跌2元 先跌2元 恒生科技指数4,260点 升33点 内地股市 上海A股跌39点 上证卓指数跌37点 深圳A股跌48点 深圳成分指数跌208点 内地制造业收缩的情况有改善 国家统计局公布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由3个月低位回升 8月报49.4 好过市场预期 但仍然在50以下的收缩水平 法院服务业的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连跌2个月 8月报52.6 但也高过市场预期 国家统计局认为 服务业放缓和疫情高温天气有关 制造业当中 虽然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 仍处于收缩水平 但幅度较前一个月少 显示需求复苏 第四成八的受访企业 反映原材料成本高 比例按月跌2.4个百分点 而且是今年以来第一次少过五成 相信成本压力有所缓和 经济整体保持复苏的趋势 其他消息 运输署提醒 学生在明天开学日 预早出门 运输署预计 开学日的交通会比较繁忙 学生应该预早出门 以免延误回学时间 尤其今个学期开始 就读新校的学生应该预先了解 要乘搭的交通工具路线 并在开学的第一日 月流充裕的搭车时间 需要乘搭盗轮的学生 应该事先了解清楚 盗轮航线的班次、船总和行程时间 运输署也已经提醒 各主要公共运输服务型办商 在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 以应付乘客需求 有大陆无人机进入金门二胆区域 台军第一次实弹射击距离 台湾的金门防卫指 防卫指示范布华 昨天下午4点23分开始 分别在大胆、二胆、私鱼地区 发现民用无人机三批三架次 经手军射击信号弹警示 事警之后 无人机去厦门方向飞离 到下午5点59分 一架次无人机进入二胆地区 禁限制水域上空 手军进行实弹防卫射击 无人机在刚刚的6点 往厦门方向飞离 烏克兰军方声称 在南部被俄军控制的克尔松地区 展开反攻 强调不期望可以快速取胜 俄罗斯就否认战事失利 而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 已经抵达烏克兰首都基库 但前往 朱普罗射核电站视察的行程 就因为战事增添风险 有网民星期二在网上上载片段 说在乌克兰南部克尔松地区 多处爆发激战 一个弹药库中弹爆炸 说这个弹药库属于乌军 被俄军击中 而乌方就声称它的地面部队 星期一起向多个不同方向发动反攻 包括炸毁迪涅北河的所有大桥 令到俄军难以補给 不过强调不可期望短期之内 就修复克尔松 俄罗斯就否认战事失利 说乌军的反攻受挫 損失大量士兵 坦克和装甲车 乌军的反攻 令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的行程 增添风险 专家团已经抵达烏克兰首都基库 和总统泽连司机会面 专家团前往俄控 泽波罗尔特电站的途中 可能需要穿越正在发生战斗的地区 专家团的任务 是评估乌波罗热核电厂的受损程度 和安全风险 但是俄方要求专家团 只能在核电厂逗留一天 乌克兰当局在中部地区 举行应对核泄漏的演习 而欧盟就宣布 将会向乌克兰提供500万片点片 给民众在一旦出现核泄漏的时候服用 以减低辐射对身体的伤害 乌克兰当局之前 只是向习波罗热核电厂方圆 50公里内的居民派发点片 欧盟的捐赠 将会令派发范围得以扩大 《无线电视》记者周海音报道